Number 2 进入我们的第二段块 跟着楚帅 随单词 我们来进行单词咯 进行单词不是飞机啦 大家都会说飞机 飞机怎么说来的 飞机 Plane 我们今天进行单词回顾一下就是什么呀 The plane arrived here 飞机降落的地方其实不叫做Airport 叫做Airfield 所以我们今天进行单词叫做Airport Airport for passengers 是乘客后机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的机场 所以这单词读一下Airport Airport Next one Next one Airfield 所以下单词你发现了他们的前边都有一个Air 那么因此跑不了 这两个单词都跟飞机有关系 没错吧 我们把Airport翻译成叫做机场 而Airfield叫做停机坪 所谓停机坪那是真正飞机降落和起飞的地方 而Airport这个机场就是比较大 一般指的是乘客后机的地方叫做Airport OK Next one See 一看这人就有点问题 所以他就是我们这人本的主角 Safe 小偷 Safe 注意发音 T8发音是要咬舌的 Safe 那么小偷干嘛呢 Tool 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Steel Steel 这个动词很重要啊 但大家不要学啊 因为这什么意思啊 Tool 来 Steel 那么偷什么呢 他们今天偷一包钻石咯 所以A parcel of diamonds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这个parcel这个词连起来说 A parcel of 叫做一包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一包糖果怎么说 A parcel of candies 一包钱 A parcel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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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钻石 A parcel of diamonds 要加S哦 嗯 OK 那么钻石当然是非常非常价值连成了 所以这个词就是我们说的Valuable 好 这些词我们到后面以后重点讲解 我们先来过一句哈 Valuable 这些发音 既然有V的话 说明它是上牙齿和下嘴唇的摩擦 Valuable 另外一个词也是本科的重点词汇 老师待会在后边会重点来讲解两词 他们俩呢 都是珍贵的词 那么第二个是 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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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最后呢 警察要逮小头了 所以最终我们看一下 这个警察这个词用的不是Policeman 而用的是Detective 那么他和警察的唯一区别就是什么呢 Detective will help policeman to stop the thief 那么他们是帮助警察来捉贼的 因为他们叫做什么 侦探 那么所以他们的功能性很大 他们是用来找一些蛛丝马迹啊 破案的 那么警察就是什么呀 逮人了 所以Police和这个Detective的区别就这样 但他们都属于警察 好 葬一下Guard这个词 是我们待会在后边讲解的一个重点的小词汇 Guard 守卫 或者我们说的是保卫的意思 OK 好 高临送的飞机 走你 这个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起飞 这个词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takeoff 好了 我们看本课当中 需要大家掌握的这个本单元词会有这么多 那我们进行一大单词拓展部分 那图书来特别喜欢给大家去把单词拓展 什么拓展 就是以一栏词能想出N多个来 我们将到这一单词 Detective一栏讲起 侦探 那么侦探这个词我们说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词啊 它其实来自于detect 就是把ive去掉 我们直接写成detect 那么detect这个词是表示什么呀 detect这个词哈 纵词 探测的词 detect detect 探测 那么后面加个ive就变成了一个人 叫做侦探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单词 那么其这单词我们要想到detect的话 一定会想到下面就是please 那please是警察的意思 刚才我解释了 那么警察对大家的印象就是 他就是抓人的呀 但是警察他有时候 他的工作任务太重 因为他要逮人呢 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幕后的工作 其实是由detect来完成 就是警探 侦探 他们来分析 然后最后给证据 然后说行 去抓吧 咱们一起去 所以please是做这种工作的 那么还有一个词 是我们说的后面的guard 我们大家讲到再讲到 好 下面这关词就是 飞机场 机场 Airport 那么Airport这个词 一旦提到了Air的话 我们就要想到跟Air相关的很多地方了 我们看一下 既然是Airport 我会讲讲 为什么叫做Airport 在中国古时候 或者在世界 在很早以前 是木有飞机的 所以人类当时在古时候呢 他们的唯一交通方式 都是Shift 叫做轮船 因此轮船到达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被称之为Port 港口 而后来演变而成了我们飞机之后 所以还是为了计量我们的港口 所以这个港口依旧还在了Port 所以叫做空港 所以这个军场这个词 完全可以理解为就是天空的港口 因为人们还是在怀念我们古时候 我们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Port 所以这个词依旧离不开这个词 叫做Port 那么所以这个词是Airport 你要理解它 好吧 所以跟Port有关系之外 包括我们出国 出国你要带什么呀 护照 护照依旧还是跟Port有关系 因为你要出去啊 所以出这个口 你要Past 所以护照怎么说 叫做Passport 想想到吗 所以是这么回事 所有的跟你出国相关 跟你到另外一个地上相关的 都要带一个Port 那么坐飞机叫做Airport 那么你要出国叫做Passport 所以都是跟Port有关系的 好 好 放下期待这个词 非常简单 我们就在发音P在这里发的是Birding 所以是Expect Expect 好 初老师慢速来一遍啊 Expect Expect 期待 我期待 有一天就有到来 Expect I'm expecting 就这么回事啊 Expect 我期待 Expect 它是个动词 那我期待什么什么 I expect you 或者Expect your answer 都可以这个词增发 好 放下贵重这个词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词汇 Valuable 那么后边我们会有一个珍贵的 他们两个正好在一起 我们把这词都打出来一下 这样能够有一个对比 好了 那么这两词我们其实可以画一个小箭头 因为他们都表示 就是很重要的意思 那么他们的区别 Valuable和Precious 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其实有点太让大家摸不清头脑了 那么英文当中 Valuable means Very very expensive 非常非常昂贵的 所以它一般表示是价值非常昂贵 而Precious Precious这个词是表示什么呢 从物质上边已经无法去抑制它的价值了 Precious 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一串项链 有一串珠子 这串珠子那是家传下来的家传之宝 你可以说它Valuable 但是呢 它的价值真的没法预估 因为太值钱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Precious 因为Precious既可以表达它很有价值 也可以表达它是对你来说非常珍贵的东西 你比如说妈妈对孩子就可以叫做Precious 如果大家看过《指环王》 看过那个Hobit 霍北特人 里面是个魔戒 你看那个魔戒那个Gulu 就那个怪人 他总是找那个戒指 My Precious 你看他不叫My Valuable 因为那个戒指 你拿钱买不到 你比如我就算珠子 你想买 我不卖 我给你十万 一百万不卖 因为你无法用价值来预估它 所以这是我们用Precious这个词 听懂了吗 所以比如说 你妈妈的项链和你 妈妈的项链就可以叫做 Oh This is a Valuable Necklace 叫你的话 This is my Precious Boy My Precious Daughter 那说妈妈你那个你换不换呀 不换不换 那我给你两个在这换 对吧 这个意思 所以说当你叫孩子的时候呢 那很珍贵呀 你说值不值钱 值钱 你花好几十万讲话的 对吧 但是你要真要卖的话 你卖不上价 谁买呀 对吧 能不能吃 对吧 所以这个是Precious 而Valuable是表示真正是有价值的 就是它再贵再贵 可能有一个价值 比如说那个 太太一号那海洋之星 它很很贵吧 那我给你一个亿 两个亿 那你也是有价格估算 那你以后孩子估不出来 所以Precious从某种中呢 是表示更加珍贵的 很珍惜的一些东西 OK 比如说我们家传之宝 比如说你 你的那个 孩子啊 是这个 好吧 好 Precious和这两次Valuable 我讲清楚了吗 好 读一下 Valuable Precious 好 那个Guluk 就那些货币词里面 那个怪物 找介绍 My Precious 他听着就要讲My Precious OK Next one 下面这个词 不说了 包裹 Parsel这个词 就像这个小袋子了 A bag A bigger bag 非常大的袋子 那么你在有东西的时候 一般会 Put it in a parcel Next one Diamond Very expensive Or valuable stone 就是非常值钱的石头 被称之为Diamond 你看 同样的石头 人家的石头就值钱 叫做什么呀 Diamond 中文他叫做戴梦德 好 Diamond Diamond 富玮师 下面怎么说 Diamond Necklace OK 好 等下 Still这个词 注意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Still Stoll S-T-O-L-E 我写的报告 再来一遍 S-T-O-L-E 那么它过去分词是Stolen S-T-O-L-E E-N 好 一起连接 Steal Still Stolen Stolen One Two Three Go Steal Stolen Stolen 这一条会啊 过去是微分词 好 那你还take off这个词 起飞的词 那么take off除了起飞的词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词 什么意思啊 脱衣服的词 也是take off的词 所以那老师老师 那是不是起飞就是脱脏了呢 不是 take off当脱衣服讲的时候 它是可以跟脱脏放在一起 你比如说我要我要把衣服脱掉 那叫做take off 但是飞机起飞 那个不叫做 飞机起飞的时候 降落可不叫做put on 所以put on的意思是表示穿衣服的意思 只有当take off 脱衣服的意思才可以 所以大家记住一点 take off其实本来的意思表示脱衣服的意思 那么今儿我们学的是起飞的意思 那么降落怎么说就是land 就是降落的意思 好吧 记住了吗 来脱衣服 take off 那么穿上put on 这种意思 好 当下右边那边 try to do something 这个词我觉得很常见 就是你努力做什么事 比如说我要努力的努力的 写完我的作业 I try to finish my homework 我要努力的努力的吃上一个胖子 I try to eat more and more 好 当下main这个词是主要的意思 我们刚刚不说了 比如主楼这个词 名叫什么main building 在本科领出现了 这个词无关重要了 会读就可以了 main main 好 当下 守卫这个词 我们刚刚说了 那么有这几词 有侦探 有警察 还有guard 那么guard这个词 其实就稍微低了一级别 它没有什么植物 就可能像他们保安那样子guard 就是守卫你的 所以我们那些明星 他们会雇一些那个保镖 怎么说 还叫做bodyguard 所以一般前面像一个buddy 因为他们是保护明星 人身安全的嘛 粉丝特别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什么 什么各种舞霸 什么什么精英就贤 什么什么黎明稿 啊我爸 对吧 那所以bodyguard就过来啊 去你的 你那边去 所以他就bodyguard 就是不让粉丝接近这个明星的身体 保护他嘛 guard 好吧 所以这个词保镖 bodyguard 当下 precious 我们刚刚讲过了啊 好 沙子和石头 stan和stone 这个大家经常见 非常简单 stan这个词 stan这个词 记住别看成了啊 stan啊 是sand sand 那么沙尘暴 怎么说 就是stanstorm 最近蛮火的词啊 stanstorm 石头 stone 我们说valuable stones 昂贵的词是什么呀 所以这个 就是diamond了 好 这个词是put 这个词我们不说了 founding 我们刚刚说穿上就是put on OK 好 这是我们所有单词 let's read them again 我们下来跟着动画读一下 ready go deductive take off steal 你要比我快啊 put Airport try to do main valuable precious diamond stone stand parcel guard expect OK now let's do the blank with precious diamond take off expect steal OK you have 5分钟 给大家5分钟之间 来完成一下好吧 我5分钟之后 就来讲答案了 那么这里 我只暂停 5秒钟 大家不要先看我答案 自己做 暂停视频 5 4 3 2 1 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 你们做完了吗 一定要做完再看答啊 不许抄袭的啊 OK 各位教授监督啊 OK 那么你们做完之后 跟丑帅一起来对答 OK This book is present from my mom 这本书是我妈给我的礼物 It's very 什么 to me 对我来说 太 那么这是礼物呢 所以对我来说 太 precious 珍贵啦 2 Be careful The thief wants you Your money 小心 那个贼要你的钱 那贼当然什么呀 贼 Seal your money 3 My dad sent my mom a ring yesterday 我爸爸 昨天给妈妈了 一个什么戒指呀 当然一般都给什么 这里只能选什么呀 Diamond ring 钻石戒指 For don't him to be a good boy 不要什么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这个基点挺反面的 Don't expect him 就表示 你别指望他成为一个好孩子 这句话好怪 Don't expect So last one 最后题就是 She left Before the plane took off 说在飞机起飞之前 他就已经离开了 Take off Pook off